2004年12月26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一支工作队 正在运城市匠县衡水镇 一片广袤的农田里进行着野外发掘 他们面对的是相邻的两座西州时期诸侯等级大墓 从编号为一的墓葬果室淤土里 队员们意外发现了一片面积不小的图画 鲜艳的颜色 精美的纹饰 细密的精美结构都表明 它很有可能是一件距离今天3000年左右的纺织品 在干燥的中国北方 竟然能够出土先秦时期的纺织品 这个仿佛天方夜谭一般的消息迅速点燃了中国考古界 诸侯等级的大墓墓主人究竟是谁 处在距离晋国古都新田遗址不足20公里的范围内 按说长眠的应该是一位晋国国君 可是他又为何没有安葬在已知的几处晋国诸侯墓地中呢 随着发掘的进行 新的疑问还在不断产生 人们在大墓的周边又陆续发现了大大小小1298座同时期的墓葬 以及35座用来陪葬的车马坑 规模如此庞大的墓地 究竟属于什么性质 为什么在历史上毫无记载 一时间笼罩在这位神秘君主身上的层层迷雾 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早在1993年 为了奖励在野外考古工作中 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国家文物局设立了一个名为 田野考古奖的奖项 作为当时毫无争议的行业最高荣誉 两年一次的评选活动 很快就成为了中国考古界的盛大典礼 第一次评选时 该奖项的一登奖被颁发给了 1974年开始发掘 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 堪称实质名归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 由于要求十分严格 从那以后一登奖竟然一直空缺 直到2006年才再次传来了 由项目获得一登奖的消息 获奖的正是由这两座大墓领头的 恒水西州墓地 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 大家纷纷探寻 这个恒水墓地有什么玄机 山西降线有何神奇 每每回忆到此 主持恒水一号墓发掘的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吉坤章都会感慨万千 我们也为我们当时的工作感到自豪 后来再回头再看我们当时做的工作 觉得当时辛苦 没有努力 没有白费 在吉坤章看来 恒水墓地的发掘 可以称得上是收获巨大 但过程艰苦 那么 在持续七个多月的野外发掘过程中 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地处晋国故地的山西降线 黄土之下 几乎处处都有古人生活的痕迹 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 文物工作者往往不会进行主动性的发掘 然而 2004年春天 一场盗墓案件的发生 却打破了持续两千多年的营镜 在盗墓现场 经过初步勘察 降线文物局局长柴广胜 根据经验做出了判断 被盗的极有可能是先秦时期的贵族墓葬 随后赶来的技术人员也支持了他的观点 然后我们就向这个 运城市文物局报告 运城市文物局派这个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的技术人员 过来勘探 根据这个盗墓的盗出来这个桃片 这些判断 当时判断是东周的墓 降线距离晋国中期国都新田遗址只有十几公里 根据这个事实 人们初步认定 墓地应该属于晋国贵族所有 在这块至少也有两千七百多年的古人墓地中 人们很快发现了三座大小不一的墓葬 值得庆幸的是 被盗的墓葬规格最小 在根据位置和大小的排列中被编为三号墓 降线隶属于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 从衡水镇被盗墓地向东不足二十公里 县境内的两座小山丘 相传是晋县宫晋门宫 这两位晋国历史上著名国君的风土大墓 今天人们熟知的成语 纯王齿寒 甲图灭国等故事 就发生在晋县宫时期 文公名叫崇儿 是县宫的儿子 在遭遇了宫廷政变 流亡列国后 正是历经颠沛流离和各种艰难困苦的他 最终开创了晋国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春秋霸业 直到今天 作为晋国后人 降线的群众仍然会在相应的时节 为他们举行祭祀活动 在这样一个仅靠晋国文化核心区域的敏感地带 盗墓案的发生牵动着许多文物工作者的心 对于这块土地 吉昆章早有所闻 早在上个世纪大概七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山西省靠国研究所一个老职工 他家就在离这个恒水镇不远的一个村子 那么他经过这个恒水镇 这个我们后来发现的墓地的时候 曾经捡到过一个桃笠 这个桃笠呢 后来放到山西省靠国研究所 和马工作站 一个老先生的办公室上放了好长时间 我们很多人都看过 但是呢 大家当时都没有意识到 这可能就是后来很有名的一个西州时期的墓地 早先文物工作者 没有将恒水与重要的大型墓地联系到一起 原因是英国的诸侯大墓和贵族帮墓的位置 早已被考古工作者调查得清清楚楚 在西州时期 靖国早期的九位诸侯及夫人的十九座大墓 如今被称为北照靖侯墓地 和周边的生活区遗址 贵族帮秘等共同组成了屈村天马遗址 其位置就在锦邻将县的屈卧县境内 到了春秋时期 靖国进入了新田时代 大部分靖国国军和陪葬的陈属都长眠在位于恒水西南26公里外的文喜县上锅村一带 因为事实确凿 脉络清晰 直到恒水新发现的贵族墓葬被认定为属于靖国早期所处的西州 人们一度还是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 这样的贵族墓地或许只是属于靖国的某个地方势力 正是出于这样的猜测 恒水西州墓地的抢救性发掘 一开始只是被委托给了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负责 秋天是野外考古工作的黄金季节 2004年11月初 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组织的考古工作队 首先开始了对被盗的三号墓的清理 由于倒扰严重 这座具备了一定规模等级地位不低的西州贵族墓中 几乎没有出土什么像样的器物 唯一的收获就是 人们根据墓葬的形式和结构 确定了墓葬属于西州 而且与靖文化紧密相关 接下来考古队员一边开始继续清理规模更大的一二号墓 一边扩大范围 在墓葬周边进行例行的勘探 经过钻探 人们发现历经2700多年的沧海桑田 原本位于地表的墓葬开口 如今都已经深埋地下 比今天的耕土地表深了大约1.8米左右 墓葬开口上方厚重的文化层堆积 证明墓葬保存状况良好 除了这一次的倒扰 历史上没有经过任何人为扰动 此外 两座大墓相邻均为东西朝向 分别在墓框西侧各延伸出一条长长的墓道 在同时期的晋国墓葬中 新发现的两座大墓算是规模比较大的 其中一号墓开口面积更是接近了20平方米 拥有一条长约27米的宽阔墓道 人们惊奇地发现 这样的一组两座 分别成甲字形结构的大墓 竟然与屈村天马遗址中的九组诸侯大墓极为接近 分明属于国君所有 那么它为什么会突兀地出现在降线衡水 难道说是一位不知名的晋国国君 死后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被安葬在了这里 可是无论是在古籍文献中的晋国历史 还是历年来的考古发现中都没能找到相关的资料 除了两座规模超长的大墓 周边的勘探更是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勘探显示 仅仅在南北长200米 东西宽150米的一小块田野中 属于同一时期的墓葬就超过了300座 很显然这绝不会是一个普通的晋国地方势力 除了国君等级再高的大贵族 也不可能有如此多的附庸或陈属 于是人们开始推测 这两座大墓的主人应该是一位晋国国君和他的夫人 面积较大的一号墓即属于国君本人 那么这位国君究竟是谁 他为什么会被安葬在这里 接下来的发掘能否解开这个谜团 人们所熟知的晋国历史会因此被改变吗 2004年年底 运城市考古工作队的发掘正在紧张进行 得知恒水墓地有了重要发现 山西省文物局立刻组织专家来到了发掘现场 在2004年的12月16号的时候 当时山西省文物局文物处程树林处长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宋建中副所长 他们从太原过来考察工作的这个墓地 他们就把我拉上一块去看这个墓地 那我记得那天到了墓地的时候正好下着雨 而且雨加雪路很滑 我们的车到了恒水镇就上不去了 所以步行到了工地 到了工地呢 这个工作站他们正在做的一个比较大的墓葬 这个已经这个做下去一部分了 这个将要进入这个墓室 即将暴露出墓室的正是一号大墓 出于职业习惯 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将要主持这座大墓发掘的吉坤章 在观察过后有了一些初步的判断 那么当时看了以后啊 我有这么几个感受 我觉得有这个墓有几个特点 一个呢 是这个墓葬呢 它本身它的墓葬形质 它是那种口小底大 深十多米这么一个墓葬 并且呢带有歇风墓道 有意思的是 在晋国早期的诸侯大墓中 墓道进入墓葬的位置 其高度竟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 这种墓道入墓室的高度 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在曲村的情况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西州史起来 西州早期的墓葬呢 它的这种墓道入墓室的高度比较高 那么越到越晚 尤其到西州晚期呢 这种墓道入墓室已经高度已经到了 和这二增台平了 到这么一个高度 而这个横水这个墓葬呢 它的正好在这个在二者之间 在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人类墓葬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学统坑 墓道的出现 按说应该是出于墓葬规模迅速扩大的实际需要 但在北赵晋国诸侯墓地 墓道进入墓葬的位置 一开始却高悬于墓室上方 这样一来 它的功能显然被大大削弱 实用性并不突出 古人或许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墓道进入墓坑的位置 在此后的时间里逐渐下降 最终直接连通到了墓葬的果室面 而数量则从一个发展到两个四个 贵族诸侯天子的灵魂居所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奢华 须松天马遗址 没有缺还的前后九组近后大墓 就像是一把清晰的标尺 有了这个依据 吉昆章很快判断出了一号墓所处的大智年代 结合这几个特点 当时我们由此判断了墓葬的时代 应该大致是西周 并且可能是西周中期的 并且这样的墓葬的规模 它的性质有可能是国军运期的墓葬 这是根据我们以往发觉的经验 会不会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会出现又另一个经过国军的墓葬 所以当时就带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回去进行了讨论 并且我当时写了个前段报告 递交给所里 报告很快就引起了山西省文物局的重视 已经在现场忙碌了几个月的考古队 编制被迅速扩大 山西省文物局鉴于这个目的的重要性 以及鉴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技术力量 然后决定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和运程式文物局 运程式文物工作站 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 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主导 这次发掘 投入更多力量的联合考古队 集中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骨干力量 因为拥有丰富的晋国遗迹发掘经验 吉坤章被指定负责规模最大的一号目 宋建中副所长对整个工地 他来做这次联合考古队的队长 也是这次考古发掘的领队 他做了周密的部署安排 由我来负责一号目的发掘 由田建文先生来负责二号目的发掘 但是就在大家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一个意外的发生 却在吉坤章的心里蒙上了一丝阴影 大概是在17号的时候 我由于上楼梯的时候不小心 把这个脚位下给拿了一个大口子 仅仅休息了两天 迫不及待的吉坤章就再次来到了发掘现场 这时候老田似乎也来和他作对 恶劣的天气对发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2月19号那一天 我记得是刮起了大风 而且这种风非常大 扬起了漫天的黄尘 整个天都黄黄的 大风过后紧接着就是降雪 这时候对考古队来说 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发掘进度 12月下去就已经是要上大洞了 在这时候其实我们首先考虑是 如何在这样的天气下先进行保护 然后才能进行发掘 在中国北方 尤其是相对偏远的中西部地区 文物工作者常常需要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 想清各种办法来解决问题 但是在荒郊野外对于这么大面积的这个木葬 这个怎么去保护 不让它动了 我们就想到一个图办法 就借鉴当地老百姓 他们做那种大盆菜 做大盆菜那种方法 用竹竿再加上那种塑料布 来整个大一个棚子 把这个一号母二号母给它都分别打到里面 2004年12月下旬 在寒冷的中条山王屋山北路 降线衡水西周大墓发掘现场 麦田里突兀而起的塑料大棚下 代表着中国较高水平的一支烤火队 就这样在15米深的地下努力工作着 原本应该用来保护蔬菜的大棚 阻挡了漫天的风雪 开始保护着即将出土的文物 不受严寒的侵害 在吉坤章接手一号母时 此前的发掘已经突破了果市面 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西周特征的墓葬 地表上墓口的宽度只有不到3.3米 但木坑中果市面的宽度却已经轻松突破了4米 整个墓葬呈现出口小鼎大的状态 人站在11米深的地下 仰头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 虽然已经进行了知乎 但四周壁立的黄土随时还是会有塌落的风险 这时候一个特殊迹象的出现 很快就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 我们一接手呢 在果实的两边就发现了一种红色的颜色 像纺织品的东西露出来了 而且呢这个面积不小 这个也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大 有多大面积 但是已经露出了一部分 看着有非常精美的图案 当时我们为眼前这种景象就震惊了 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在中国的考古史上 自新石器时代起 就已经有了以麻 丝 毛 棉 这样的天然纤维为原料 手工生产的纺织品食物资料 进入商周时期 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 宫廷王室对于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西周时中国开始出现 专门负责纺织事物管理的官员 掌握纺织品的生产和征收事宜 但是由于以天然纤维 这样的有机制为原料的纺织品难以保存 以往即使是在湿润的南方 也只在极个别的墓葬中才有所发现 例如1982年 湖北江陵发掘的马山一号战国中晚期墓葬中 就因为出土了极为罕见的一批丝织品文物 被称为古代丝绸宝库 稍晚一点的2006年 江西靖安 李州澳东州墓葬 更是因为出土了时代最早 数量最多的丝织品 以及中国最早的服装 进而改写了纺织织造的历史 那么眼前这座干燥的北方墓葬 会出土时代更早 色泽更加鲜艳的纺织品吗 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 又为何能够在泥土中保存至今呢 看着眼前惊人的一幕 吉坤章依稀觉得 他仿佛和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个场景 有些类似 但在没有大面积揭入之前 缺乏更多的有力证据 他只能把这种猜测 暂时深埋在了心底 这个现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 和文献中哪些能不能挂起高来 在当时我们心里 只是有这种模糊的感觉 但没有这种直接的印象 为此宋坚中所长 他和国家局和国家文局 赶快联系 就是把这个情况都上报国家文局 此刻尽管一号大幕的国室清理 才刚刚开了一个头 但人们对牧主们的身份 早已寄予厚望 在一些人的猜测中 更是把他和晋国历史上 一位有作为的国君联系了起来 基于那么一个判断 就是认为这个墓葬 西州中纪的 并且可能是国君系的墓葬 那么我们又结合史料中 曾经提到了 进城侯 曾经南西去过 西汉人根据早期文献 编辑整理的诗经中 有城侯南西 居屈卧 这样的一段记载 作为晋国的第三代国君 正是因为进城侯的南迁 才奠定了晋国 后来空前强盛的基础 文中所说的古地名屈卧 不是今天的山西省屈卧县 而就在锦林江县 距离恒水镇 只有不到十公里的文喜 那么这座墓葬的性质会是谁的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取尊天马遗址 我们已经发掘了进城侯的墓葬 那么史料上这段话会不会成无本之缘呢 如果说这个史料上这段话是可信的 那么我们在取尊天马遗址所发掘的 被认为是进城侯的墓葬 它会不会是进城侯 那个新发现的这个墓葬又会是谁的墓葬 如果那个是 那么这个是谁 如果那个不是 这个会不会是进城侯 由于在取尊天马遗址的九祖镜侯大墓中 仅有个别墓葬 因为出土了有明文记载的青铜器 可以明确墓主人的身份 其他墓葬都是根据招募制度 以及对下葬时间的先后推断 才最终认定了九位镜侯的埋葬位置 这就给人们对横水大墓墓主人身份的推测 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得知横水大墓出现疑似纺织品的消息 国家文物局派出的专家组 也很快来到了发掘现场 来的九位先生包括北京大学的刘旭先生 还有原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也是后来的专家组组长黄景略先生 以及中国社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存信先生 还有中国社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英文章先生 在将近20米深的地下 考古队员开始小心翼翼地 玻璃附着在奇特物质上的泥土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玻璃把一些土剥了以后 发现它有很多非常精美的这种图案 这张图案呢 在细部我们能甚至能看出它这种针脚来 就是做的这个绣 它是绣出来的 这种图案是绣出来的 能看出它针脚来 甚至它原来那种丝线 黄色的丝线都能看出来 真的是纺织品 发掘现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 人们欢呼雀跃之时 却对这幅拥有将近三千年历史的纺织品 能够保存至今产生了深深的疑惑 仔细观察泥土上的图案 人们有了新的发现 那么这个纺织品已经肯定是不存在了 它呢只是印在这个图上的痕迹 但是还多少还留了一部分 原来纺织品的痕迹 但是都已经变成图了 这块针脚仍在 丝线仿佛 经纬一息的图画 曾经是一大幅精致艳丽的纺织品 漫长的岁月虽然让它彻底腐化消失 归为尘土 但是却在一种神奇力量的作用下 将它最后的影像与塌落在墓室中的泥土融为一体 永久地定格了下来 远古纺织品被以这样特别的方式保存将近三千年之久 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当发现这种情况以后啊 我们就没有再敢往下做 怎么办 我们需要求救 以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术力量 我们可能做不了 那么需要求救 而且呢 这样的重要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把它保存下来 对于这样一件前所未有的特殊文物 在场的工作人员和学者们 一时之间都拿不定主意 怎样才是最好的文物保护方案 于是 他们只能求助于北京大学的刘旭 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曹伟 这两位学者 刘旭和曹伟在观察了这块 神奇的纺织品遗迹后 首先对他的性质 做出了相同的判断 一致认定 吉昆章发现的纺织品痕迹 很可能就是古代文献记载中的荒围 这荒围呢 这个说的简单点 就是覆盖在 棺上的一个罩子 这个罩子 而且呢 这种荒围呢 在文献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究竟这个荒是什么 为是什么 这个它都有记载 而且这个几荒几围 什么样的级别 使用什么样的荒围 有这样记载 作为对死者生前居士帷幄 也就是帐幕的模仿 荒围在以礼和礼记 这两部有关礼乐制度的古代文献中 都曾经有所记载 都曾经有所记载 然而荒围究竟是什么样子 后人因为没有看到过实物 只能做出种种猜测 宋代学者聂崇义所作的心定三里图中 就推测过荒围的形致 五四运动棋手之一 近代学者钱玄彤 也一度认为荒围的主体 应该是丝织品 属于塑锦类织物 并装饰有图纹 及其他金属坠式 如今看来 这幅色彩艳丽的织物 如果真的是荒围的话 它起码不是以黑白为主色调的 所谓塑锦 鲜艳的红色织物 精美的凤鸟图案 无不彰显着 即使今天的人们都觉得 难以理解的丧葬文化 但是我们都知道 尽管在先行文献中有很多记载 但是在北方的考古发掘中 在南方的战国时期的楚冬化 以及到汉代的一些墓葬里面 有简单的荒围 而在北方 像我们所见到的这样的 可能规模比较大 而且规格比较高的荒围 以前是没有见到的 面对如此重要的发现 在场的文物工作者 都无法保持淡定 吉坤章早已意识到 荒围的横空出世 将是他考古生涯中 一次难得的机遇 恒水西周墓地 一号墓中出土的荒围 残留面积超过了十平方米 经过中国科学院科技考古实验室分析 这幅荒围之所以直到今天 依旧颜色鲜艳 是因为它采用了食染技术 食染 是指用矿物颜料对纤维染色 有别于使用植物染料的草染 正是因为矿物颜料的使用 以及埋葬早期 墓葬很快塌陷 泥土滑落后填满墓室 覆盖在棺木外的荒围上 随着纺织品的腐朽 荒围上的矿物质颜料 以及织绣的痕迹 才会印上泥土 从而幸运地保留了下来 一号墓中荒围的出现 不仅给恒水墓地的发掘平添喜讯 而且再次证明了墓主人身份的高贵 可是荒围上鲜艳的凤鸟图案 却让人们对原本的猜测 产生了一丝疑惑 2004年年底 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派出一支由副所长带队的专家组 紧急增援到一个野外考古项目中 在山西匠县衡水镇 当地文物部门在清理一座被盗墓葬时 在近旁赫然发现了一组 距今已有2700多年 明显属于诸侯等级的两座超级大墓 大墓的主人是谁 会是一对镜侯夫妇吗 他们又为何远离邦国墓地 安葬在了这里呢 在2004年的最后几天里 恒水西周墓地一号大墓深入地底15米的果市中 考古队员一直在寻找各种蛛丝马迹 试图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2004年12月25日星期六小雪 继续清理果市内的塌落的虚土 在果市由西壁向东约三米处 平面出现一道横线 将果市分为两部分 西部情况不详 可能是一个箱体 东部是箱体以外的部分 发现两具训人的骨架 刚露出头部 在头部上有席纹 头朝北 身体部分不详 从对果市东南角推断 骨架的水平高度 距果市底还有近一米 在墓主人的腰下有腰坑 那么这样的藏俗 在周文化里面是很少见到的 我们在去去能发掘这么多这个经过高级的东西都没有 在发掘日记中 吉坤章回忆起了交接工作时 运城市文物工作站两位工作人员的介绍 据侯白北杨武郡回忆 田土中有殉狗 在田土中殉狗是商人的作风 在殷区发掘的许多商代墓葬都在田土中殉狗 而屈村发掘的西周时期的近文化墓葬 多在二层台上殉狗 看来这一点与近文化墓葬作风有区别 在西周时期已经基本绝技了的人训现象 再加上明显有别于近文化的藏俗 属于商人作风的训狗方式 难道说横水大墓中埋葬的是一位商代诸侯吗 那么之前根据墓葬中陶片所作的断代 属于西周时期的结论会出现错误吗 然而对于墓葬年代的怀疑 还没形成结论就被再次否认 接连几天的考古日记记载中 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新发现的喜悦 2004年12月26日星期日多云 宁星出图一些车马系和国内的霸 玉小世界有车马系 有铜丸银 铜车位 圆端铜构建等 玉器有玉龟 半龟等 绘图照相并记录 从这两天出土的车马系看 时代与以往西周中期的屯类器 文式接近 自发现荒围之后 田土中不断出现的小件器物 让考古队员欣喜不已 细形和文式中反映出的西周中期特征 则坚定了队员们的信念 一号二号大墓的主人 一定是一对西周时期的诸侯夫妇 负责二号墓发掘工作的 是吉昆章的师兄 同样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任职于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田建文 由于受荒围保护的影响 一号墓发掘缓慢 二号墓却很快有了突破 因为有了荒围 而二号墓很快我们就做清理到了棺里面 进入棺里面 并且它所随造的清通器都已经出来了 我这个就是客串了一下 因为我研究生我读的新时期 后来到工作以后 一直搞这个号码经过遗址 在二号墓的西南角堆叠着一层层精美的青铜锂器 现场能够清晰判断的就有 顶 鬼 河 盘 绝 永中等 临时客串就能有这么大的收获 青铜器的发现让田建文很是欣慰 然而接下来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规模相对较小 原本以为是夫人墓的二号墓青铜器中 竟然出现了一些原本不该出现的东西 发现了很多青铜器 并且有很多这种兵器 在发掘刚刚进行时 人们对一二号墓的墓主人性别早已有了判断 当时这个挖的时候 我们这个看这个墓的面积 深度 而这个一号墓的深啊 大 二号墓的这个稍微小点吧 也不小多少 大家都以为是 这个是一号墓是墓主 二号墓是夫人 但这个推测其实一直有个疑问 那就是与以往发掘的静侯墓葬相比 横水这位国君和夫人墓葬的相互位置 竟然是颠倒的 按照曲子那种经验 应该是 右边这个是老公 左边这个是夫人 发掘之初 人们更愿意相信 在男尊女卑的古时候 规模大的一号墓 应该安葬诸侯本人 而且体现葬礼隆重程度的荒为 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可如今被推测为 诸侯夫人的二号墓中 竟然出现了大量青铜兵器 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难道说 这位神秘的静侯夫人 竟然是一位 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金国英雄吗 早在1976年 考古工作者发掘 殷墟时 曾经清理过一座 唯一保存完整的 商代王室墓葬 在这座没有墓道 墓室开口 仅有五米乘四米的 数学土坑墓中 共出土了青铜器 468件 其中两件重量 接近十公斤的大铜月 被证明是墓主人 生前使用的武器 最让人意外的是 根据器物上的名文 人们才意识到 这位必利过人的武将 竟然是伤亡武丁的妻子 富豪 如今 在一位静侯夫人的墓中 竟然也出土大量青铜兵器 人们会不会又发现了一位 了不起的女中豪杰呢 在率先进入清理阶段的二号墓中 除了出土多件兵器外 队员们还发现了三件青铜鼎 可能在西州的早期的时候 那种用艇制度还没有成熟 这个还没有那么成熟 而且没有那么多规制 但是通常在西州的中期晚段以后 它的用艇制度逐渐的成熟 这种成熟呢 可能也就是于后来战国时期成熟的一些史料里面记载的 通常都天子九顶 那么诸侯七顶到五顶 那么一般的青大府五顶三顶或者一顶 大致是这么个规律 既然是诸侯等级的墓葬形制 二号墓中出现三顶 这又意味着什么 难道说大墓主人只是个一般的贵族吗 根据对屈孙天马遗址 北赵晋国诸侯墓地十九座国君及夫人大墓的考古发掘 人们早已注意到 在西周时期 拥有侯爵封号的晋国国君通常在墓葬中陪葬五顶 而国君夫人才会降低一个等级陪葬三顶 二号墓三顶的发现 似乎已经明确了两座大墓墓主人各自的身份 人们都在期待着一号墓的荒围整体揭取后 更多更精美的青铜器会陆续出土 荒围的揭取一直在最严谨的状态下进行 对于这件三千年一遇的重要文物 任何损伤都将是严重的错误 在史料上有积彩 而在北方的考古发掘中几乎没有碰到 或者是碰到了没有认出来 那么这次有明确的这个现象痕迹 并且呢它成一种立体的保存下来的状态 这个不容易 这个也就是后来我自己在想的 这个可能是机缘巧合 这么重要的现象意义让我给碰上了 并且是三千年一遇 这个非常重要 当荒围从淤土中被整个剥离出来 精美文式组成的图案愈发清晰 大家都被这件拥有近三千年历史的 西式艺术品震撼了 它这整体图案就是有 这种大的凤鸟和小的凤鸟的组成 它是一组一组的 并且有很多布服来缝制在一起的 很多这种缝制布服的这种针脚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它的线都看得很清楚 整个这个荒围 这个咱们就以北面为力 北面呢它是以一个有四个大的凤鸟 每个凤鸟的高度在八十公分左右 它的宽度也在六七十公分 然后呢这个四个凤鸟 那么就是上下上下这样排列的 并且在这四个凤鸟之间 是长条的那种小凤鸟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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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中间这种大凤鸟呢 它这种形象非常好 恒水一号木出土的荒围 仅残留面积就超过了十平方米 作为长边之一 原本低垂在棺木北侧的这一面 高近两米宽三米左右 文士中凤鸟的每个细节都清晰可变 远远的凤眼 那种渐渐的勾会 在它头顶上有高高的灌 然后它的翅膀和尾做那种大回转 那种很张扬的回转 然后呢在翅膀和尾的尾端呢 都是那种跟那种花鳞 孔雀鳞那种形状一样 就是就好像我们那种孔雀 孔雀开平展翅那种形象 非常好 它的这种刚进有力的那种爪子 都很清楚 这时候 荒围被成功接取的兴奋 充斥在现场每一位队员的心中 但在主持一号目发掘的吉坤章心里 一个疑问却慢慢爬上了心头 根据以往的考古发现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以及玉器上常常会出现各种龙凤文式 尤其是西周中期 凤鸟文愈发兴盛 于史前时期 龙凤文式刚刚出现时不同 这时候 人们已经赋予了龙凤相互对应的性别特征 难道说 这意味着大墓的主人会是一位女性吗 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古时人们认为 凤皇雄姓叫凤 雌姓名黄 按说凤鸟不应该特指女性 但自打这个形象诞生后不久 凤和黄的性别差异却渐渐消失 凤与黄一起成为了皇后嫔妃们的专属象征 难道说一号大墓墓主人是一位国君夫人 拥有兵器和三顶的二号墓主人 才是人们一度怀疑的进城侯本人 可这样一来 当把这个上面的荒尾切割完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说是进入官室工作了 那么首先碰到的就是灌溉 肯定是首先是灌溉 当把灌溉清理出来之后呢 因为这个其他的地方的工作 也在走一点点一点点往下来做 那么这个下面的情况 我们基本上就了解 大致地了解 在荒尾曾经覆盖着的一个角落里 大量青铜器 陶器 漆木器 甚至竹器一一呈现 这些器物重重叠叠 仿佛杂乱地堆放在果室东侧靠南的位置上 吉坤章判断 在这里很可能曾经存在过一个木结构的架子 就像今天超市里的货架一样 分层码放着不同种类和性质的众多随葬品 随着岁月的流逝 木质的架子腐化坍塌 架子上的器物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样子 甚至还影响到了部分荒为 还没来得及对出土的众多器物仔细观察 同时进行的官室清理工作 也取得了让人惊喜的收获 里面主要是玉器 是木主人身上主要是玉器 当把棺里面木主人身上这些附这个土 简单清理以后 我们当时惊讶了 为什么惊讶了 这个玉器竟然堆成一吨 尤其是在木主人的下巴底下 这就是一堆的玉器 这个有玉簧 有玉管 玛瑙管 料管 有很多 整个堆成一堆的 这个眼前这么一堆的东西 我们当时几个人都发懵了 让吉坤章和队员们发懵的 不只是文物的数量 如此复杂多样的玉器 杂乱的堆叠在一起 他们之间的先互关系 怎样判断 如何才能让散落的成套玉器 完美重现呢 当时面对那一大堆 我们就发愁了 怎么来做这个事 这怎么清理啊 当时人家当时是 怎么给穿着在一起的 在木轮上是怎样进行佩戴的 下葬时又是有什么情况 为什么现在这种情况 那后来我们是判断 可能是这个墓葬呢 在由家里殡葬的地方 运往墓地的途中 这个棺材 这个棺颠簸 这个玉器也发生了 也形成错乱 而且到了墓地以后 在下葬过程中也错乱 所以好多玉器都堆到墓桌的下巴底下 他原来实际上应该是 挂在脖子上 锤在胸前的 结果他就错位了 都堆到胸下巴底下来 你有长度不够吗 在动手清理之前 吉昆章带领队员 在这堆珍贵的玉制文武旁 一吨就是好几天 四个人 大双眼睛 就盯着这堆玉器来 看了好几天 大家这个 头脑中形成不同的方案 然后又判断 每一个麻辣官 每一个麻辣官的走向 他有的麻辣官里面 甚至还残留原来 穿的那种丝线的痕迹 然后判断走向 一个个一个找一个找 有可能这个这一串是穿到哪 和哪个穿起来 怎样进行复原 然而尽管对照了 以往晋国秦国诸侯大墓 玉器发掘的经验 但清理工作真正开始后 困难依然无处不在 由于这个墓十几米深 这个地下土都是粘的 都是湿的 再加上墓里面是大量的猪砂 它下当时撒了 这个棺材里撒了大量猪砂 猪砂和这些土混在一起以后 这个发粘 它粘在 再粘在这玉器上 这些麻辣官上以后 这个发粘 我们在清理的时候 都小心翼翼的 你比如清理一个麻辣官 都得把它轻轻的摁住 然后再一点点一点的来提 否则的话 我知道如果一个麻辣官 方向错位了 变了方向 我们就有可能影响 整个这组 左配的穿坠 穿复原不起来了 在吉坤章看来 恒水墓地的发掘 之所以最终能够荣获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以及设立以来 所颁发的第二个 田野考古一等奖 至少在一号目的发掘上 更多的是得益于 长期工作在野外发掘 第一线的技工们 跟我干的几个技工师法 他们都有非常有经验 这个在整个考古工店 其实在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们考古工店 有这么一大批的技工师法 这个他们好多人 可能没有很高的学历 但是却是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我们的好多考古成果成就 都是出自他们的手 他们好多人心灵手巧 这个做起来得心应手 在清理玉器的这段时间里 吉昆章每天都会盯住 送餐的小饭馆 送点白酒 让参与清理的队员 喝上几口 十几米的地下室很潮湿的 我们因为在关里面它低 我们得趴到那看 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些草垫子 这个垫到墓里的其他位置 因为不知道其他位置底下 还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们只能做了好多草垫子 垫到上面 大家趴上来 前后经过二十多天 筛选了不同的方案 一个个被否决 一个被重新捡起来 重新梳理思路 一步步来梳理 最终我们很完整地 把整个墓主人上的 这个玉器给穿起来了 结果显示 一号墓主人在下葬时 佩戴了非常复杂的 多组成套玉器 考古学上把这样成组的事物 称为祖配 在墓主人头骨上 除了原本装饰在耳边的玉绝外 发饰则是一套专门的小型祖配 而在肢体上 套过景象 平铺胸前的是以玉黄为主 结构复杂的大型玉制组配 数量竟有三组之多 除此之外 它还带着一条 由大量玉管 玛瑙管穿成的项链 在尸骨的左右两侧 还各有两串 以梯形玉排为基础的 玛瑙组配 由于玉配过于复杂 吉坤章不得不对墓主人的性别 再次产生了怀疑 他怎么看都应该是一个 爱美的女性才对 但是很遗憾 墓主人的骨骼保存的非常差 我们只能大致判断出 他的头像是朝西的 他的胳膊的位置 手的位置 以及他的这种躯干的位置 但是呢 骨子都已经非常酥了 都非常酥了 这个并且都压扁了 也判断不断 很难判断出 他这墓主人的性别来 官室的清理收获巨大 可是他不但没能解开 墓主人身份的谜团 甚至还加深了 墓主人性别的疑惑 到了这一刻 吉坤章终于有了十足的信心 他知道 墓坑里还有一个地方 应该存有答案 我们是真的想知道 墓主人到底是谁 因为我们知道 在有可能在这样的 这个重要的墓葬里面 他的情统性上是有名闻的 他是有名闻的 而且并且一定有 其实墓主人信息的名闻 一号墓果式东南角 堆叠着的器物 数量远远比二号墓多 在二号墓中 没能发现重要信息 那么一号墓的情况 又是如何呢 最终队员们 从恒水西周墓地 一号墓中出土了 包括五顶 五轨 五件圆形边中 以及眼 弧 提量有在内的 青铜礼乐器二十五件 出土与诸侯身份 相当的无顶无轨 让人兴奋 然而这似乎再次验证了 一号墓主人 确实是男性诸侯本人 一时间种种信息相互矛盾 墓主人的身份与性别 扑朔迷离 但是最终的铁证终于出现 人们在这批青铜器上 终于发现了多组名文 名文中的两个称呼 立刻引起了关注 青铜器上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名字 一个是彭博 一个是彭博为他夫人 毕姬所做的青铜器 也就是一个是彭博 一个是毕姬 彭博可以是人民 但更大的可能则是彭姓贵族的封号 代表着仅次于晋侯这样的尊贵身份 难道说这两座紧临晋国国都 诸侯等级的墓葬 竟然不属于晋国国君 那么这位彭博又是何举人呢 彭博的身份暂时没有答案 但一二号大墓墓主人的性别之谜 却终于有了定论 线索正是源于一号墓青铜器上 名文中的记载 彭博为他夫人毕姬 所以我们由此判断的 这两座墓是夫妇墓 是彭博夫妇墓 彭博和他的夫人毕姬的墓葬 彭博是二号墓 他的夫人是一号墓 最终吉坤章对一号墓墓主人 性别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拥有凤鸟文荒围 使用大量浴室的贵族 的确是一位女性 可是这样一来 还有许多疑问难以释怀 既然一号墓墓主人是女性 那么为什么他的墓葬规模 比蓬勃还大 而且能够用超过二号墓规格的 五顶五轨来陪葬 两座大墓墓主人的性别尘埃落地 看来所有矛盾的焦点 还是集中在了这位帝姬夫人身上 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我们发现这个帝姬呢 是很有来头的 这个帝姬怎么很有来头呢 这个帝姬啊 因为这么多年对周代这种家族的研究 对周代很多这种 秦宫近平的解读 我们知道在齐州时期啊 尤其西路中期有一个朝中一个重要的大臣 是毕公 这个毕公呢 是季姓 是周王氏的家族人 周王氏家族人 他在西路中期时候曾经认高官 那么这个毕姬 可能就是这个毕公家的姑娘 哦 这我们才明白了 是这个毕公家的姑娘 嫁到 嫁给彭博了 西周时期 周天子诸侯共主的身份 还没有像东周时期那样遭遇挑战 周王氏成员也享有很高的地位 高官女儿加上王族身份 碧姬从陕西关中远嫁近南匠县 死后不仅以女子身份 享受了诸侯规制的墓葬 并且还远远凌驾在了夫君之上 墓主人身份之谜解开 但彭博究竟是谁 普通人又怎能赢取毕公的女儿 并在死后享有诸侯等级的墓葬 其实关于彭这个文字 人们早在一些传世的青铜礼器上 已经有过发现 2004年从海外回流 由宝利博物馆收藏的一件 名为彭济凤鸟尊的器物上 就有彭济榨总考宝尊仪八字名文 这件青铜器高达半米 因为造型生动 文是繁复美观 而被誉为顶级青铜酒器 属于当之无愧的国宝 由于没有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 尽管带有彭或彭博字样的青铜器 在文物收藏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但一直以来 人们对这个称呼 依然有着深深的疑惑 能够把称呼铭刻在青铜器上 这位彭博究竟是哪个地方 哪个势力的代表呢 但是彭在哪里始终不知道 而且彭是一个什么样的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是什么样的家族 是一个家族 还是一个小的国家 还是一个部族 这个都一概不清楚 由于人们始终无法确定 这类器物最初的来源 因此恒水一号目的发掘 终于为此提供了部分答案 然而在距离晋国国都 仅十余公里 堪称卧榻之侧的地方 为何会出现另一股势力 这着实令人费解 彭氏家族是一个部族 还是一个小的国家呢 这个很多学者都有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无论是说它是家族 还是个小的国家 但是它是肯定是独立存在 这么一个正体 这个正体呢 它和晋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他们所在的地域 就在现在降陷恒水一带 那么由此也解决了好些 这些年来我们好多问题都解决了 那这个彭呢 那个他的如果是一个小国家的话 他到底有多大的范围 我们今天还真不好说 但是呢可以做个出个估计 可能也就像到今天一个现场大 彭国墓地的横空书室 让人们第一次知道了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正体存在过 随着一号二号大墓的成功发掘 陆续发现的诸多彭国贵族墓葬 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彭国的实力 当时发掘了这个1326座墓 其中这个西州墓群就1299座 通过这个对清东清明的 以及这个横水发掘的 其他的墓葬的材料建筑 我们知道这个彭博这个家族 在西州世界曾经还相当不错 他们和很多地方联姻 我们所知道的就包括和晋国国君 就是晋国国君曾经娶彭国姑娘 因为历史文献上边 后来就没有记载这个彭国 到底为什么没有记载 到底他们这个商户重控 当时人们的商户重控 历史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这么大的一个墓葬群 他这个商户遗址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都要期盼着能发现他这个商户遗址 他们这个人权的商户遗址 在一个更多的探讨一下这个历史信息 对这个彭博有更深入的了解吧 在中国历史上 降历是文献记载中出现的一个古历名 今天在这片不足一千平方公里的晋国 以及彭博固地上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十处之多